欢迎收看本期校长有话说 在抗战期间,国军中有这么一支非常奇特的地方军队 只见他们每个人都头顶法治亚德里安钢盔 使用全套的法军单兵装备,包括弹夹包,野营背包 这支军队手里也拿着从法国进口为主的武器装备 这就是抗战时期来自云南省的地方军队,滇军 本期各省地方军队抗战解读的视频 让我们走进最向法军的国军部队,滇军 想要完全了解这支地方军队 我们还需从他们的起源云南说起 云南省自古简称滇,地理位置位于中国版图的西南角 从上世纪的中国地图来看 云南是西南四省中又最西南的省份 同时与西康、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相接壤 去过云南旅游的朋友都知道云南的自然环境美不胜收 从威严挺拔的玉龙雪山到波兰不惊的尔海湖畔 再跨过高黎贡山和怒江来到郁郁葱葱的滇西 漫步在唐冲的河顺古镇感受西南少数民族的人文风情 可以说从古至今云南都是一个美景遍布的地方 身处在大西南的深处 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清末 二十世纪初清廷在云南组建了新军第十九镇 这也就是抗战滇军最初的原形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地制共建共和的革命席卷了全国 云南的新军也就起义成为了最初的滇西军阀 并且推举蔡厄将军为云南总督担任滇军的统领 后来一直到唐济瑶时代 滇军都是西南地区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队 滇军强悍的实力来源于云南省独有的三个优势 第一,云南自清末就建有自己的新式军事院校 及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无数名拥有专业军事知识的军校毕业生从这里走出 进入滇军各层的指挥单位 我们都知道一个优秀的军队离不开优秀的各层指挥官 滇军亦是如此 第二,云南虽地处内陆 但拥有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之优势 因为与法国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接壤 自清末就与法国当局共同建有滇军铁路 这样一来虽然自身远离海岸线 但是一直通过这条铁路与法国 从而整个欧洲和世界保持贸易联系 滇军铁路自清末就建成并开始使用 从昆明可直接到达越南海岸的海防 抗战以前和初期日军未封锁越南沿海之前 滇军靠此铁路进口了大量法国武器装备 武装自己 如今已经百年有余 这条铁路依旧静静躺在云南和越南北部的深山之中 而且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 还使它与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和缅甸接壤 这就使滇军铁路因日军占领越南而遭到封锁后 中国可再次向缅甸修建新的生命线获取国际援助 抗战中后期 全部三条路上和一条空中运输线 全都要途经云南省内 他们就包括刚提过的颠阅铁路 颠缅公路 缅甸被日军占领后的驼峰航线 和最后反攻修建的中印公路 其中云南省更是为了修建颠缅公路 和可供飞机起飞的大型军用机场 组织了数十万的民众 硬是在西南茫茫群山中 建起了长长的道路和一座座机场 更是有数不清的劳工 牺牲在修建的途中 第三个优势就是云南拥有 大量的自然和人力资源 支持经济和军事的建设 到了龙云之巅时期 也就是抗战爆发前的几年 龙云积极发展壮大滇军 经过多年的努力 滇军成为了西南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队 但是滇军的规模始终有限 滇军相比于其他地方军队的区别 就是虽然规模很小 但是质量很精 放眼当时全国各省的地方军队 从装束上看 滇军最有特色的就是头顶那顶法式钢盔 由于当时只有滇军大规模装备 法国亚德里安钢盔 所以这款钢盔 也就成为了滇军最明显的标志 武器方面 就像中央德谢部队一样 并没有百分百全部装备德国的武器装备 滇军同样 也是大部分装备是法国武器 同时也装备来自比利时和丹麦等国的武器 其中一款比较有代表性的法国武器 就是此途中哈齐开四种机枪 这张途中的士兵并不是滇军 当时滇军还大量装备了这种超重型机枪 实则是防空机枪给基层部队 虽然是打飞机用的防空武器 但面对日军的薄皮斗战车 就成为了强有力的反装甲武器 由于可以长期稳定从法国进口购买先进军事装备 滇军也发展了很多专业性强的军种 其中就包括野战炮兵 防空炮兵 野战医院 战地工兵等 除此之外 还少量引进了50辆左右的法制 AMR-3335轻型坦克 所以滇军的装备水平 并不低于中央军的水平 可以说是装备精良 在抗战初期 云南本省并未受到日军侵略的直接威胁 但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川军一样 在龙云带领下的滇军决定出省抗战 与国家共复难 特此云南将滇军原本的六个旅十二个团整编为第六十军 这相当于当时滇军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 省内仅留一些战斗力偏弱的二线保安团留守 滇军名将卢汉被任命为第六十军的军长 率领着第一批滇军出滇作战 1937年10月5日 第六十军全体四万多将士 在昆明乌家坝举行事实大会 抗战时期 军委会总共设有42个集团军级别的作战单位 一般情况下 直接授予地方军队整编制的集团军番号 所下人员越多 集团军的名额也就更多 例如之前节目讲到的川军 出川作战后就被授予七个集团军的番号 由于滇军的规模确实不大 所以滇军在抗战期间 只在1938年后授予过一个集团军番号 我们会一会儿提到这个集团军 第一批出征的滇军 仅仅是六十军一个军级作战单位 当卢汉的六十军刚提搭台儿庄战场的时候 会战已经打完 并且日军已经反应过来 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装备精良 且未受到任何战损的六十军 担负其掩护几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在台儿庄渔王山一战之中 滇军六十军 硬钢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在这场战斗中 六十军虽然有力阻击的日军 但自身也损失一半的战斗力 军长卢汉深知六十军是滇军最精润的部队 为此伤心到掉眼泪 与此同时 龙云在云南继续征召预备役的退伍老兵 组建了第五十八 新三 第九十三 三个军 这里特别说一下 滇军有个与其他任何国军不同的规定 即维持预备役的一定规模 每次有入伍的新兵的同时 就会有数量相同的老兵 退出现役 转为预备役 这也就是为什么 龙云可以在短时间内 在云南省内再次组建三个军级作战单位 新组建的三个军中 其中第五十八和新边第三军 准备开赴华中战场 这两个军分别由五十八军军长孙杜 和新三军军长张冲率领 他们在湖南江西两地集结 与一路从湖北边打边撤退的六十军 汇合在湖南 而第九十三军则被安排镇守 边越边境 保卫云南本省 第六十 五十八 新边第三 三个军整编后 被军委会授予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番号 这就是抗战期间 滇军唯一一个集团军 在1938年后 第一集团军的番号 就让滇军一直使用 此后第一集团军参加了 位于江西的南昌会战 和湖南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所以1939年到1940年间 总共有三个滇军军级作战单位 在华中战场作战 1940年9月 日军徽师东南亚 占领了法国殖民下的越南北部 第六十军紧急奉命回防云南本省 而五十八和新三军两个军则留在湖南归第九战区指挥 留在湖北两个军的滇军 陆续参加了后续的长沙会战 厄西会战和长德会战 在越南北部的日军 已有进攻云南直取我西南大后方的意图 为了巩固边境线的防守力量 滇军主力六十军 与原先驻守的九十三军沿用第一集团军的番号 共同防守颠阅国境线 并未给日军任何迂回入颠的机会 1942年 远征军作战失利后 日军占领我颠西国土 如果没有怒江天险 恐怕日军会继续向昆明和重庆前进 为了巩固怒江防线 并且积攒反攻颠西的力量 蒋介石派遣了五个中央军为主的集团军 进入云南省内 龙云深植 中央军除了固防怒江外 肯定还会限制云南省内颠军的发展 但是龙云非常清楚在国家命运前 自身或者说一省的命运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龙云并没有反对中央军入颠 反而团结其他友军 在后来一起反攻颠西 光复了我怒江西岸的大片国土 颠军在抗战后期 也没有机会再次扩边壮大自己的规模 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中国战区划分了16个寿乡区 其中第一寿乡区 是唯一一个中国本土以外 由国军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这个区域包括了越南北纬 16度以北的全部区域 寿乡地点在河内 滇军的卢汉将军担任第一寿乡区的寿乡主官 和国军在北越的最高指挥官 整编后 以滇军为主干的第一方面军 也在卢汉带领下出国接受越南北部日军的投降 可以说包括中央军在内 没有其他国军部队能由此出国受降的机会 可以说云南人同四川人一样 在国家命运前会无私地奉献自己 在战争未烧到自己家乡之时 不会坐以待毙 而是主动出击 共赴国难 当侵略已经蔓延到自己的故土之时 也丝毫不会因小失大 牺牲自身的小利 让大量中央军入巅 而一心抵抗外辱 虽然巅军的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以少而精的力量 有力增援了外省的友军 也巩固了我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如今一所云南的博物馆中 大量收藏着滇军将士们的法师钢盔 他们会继续向到访的人们 诉说着这支传奇的地方军队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